市長陳其邁與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 在地立委及市議員出席余登發 余晨月音紀念音樂會 陳其邁市長感謝兩位老縣長 及所有民主前輩為高雄 為台灣民主自由的無私貢獻 那年1944年前的教頭巡邦 到美麗島巡邦 我有一段時間 在讀書的時候 都不知道尊重是怎樣 那學生接受到委員政府 洗腦的教育 都當作我們議政法官長 和議黨官長 都失敗了 這樣這個尊重 雖著民主前輩的努力 民主運動大家拚命 這麼多黑漏 這樣慢慢 驚向國會全民改選 總統在選 我記得一九九一年左右 我在臺灣黨在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 為了要封毒 行法一百條 在臺灣 在臺灣院的門口 裡面 全部都是憲兵 全部都是頂部警察 那也包括在說 臺灣人的建築 臺灣人的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有 百分十百的言論自由 陳其邁支持時 回憶起1979年高雄的橋頭事件 美麗島事件 1991年 廢除刑法一百條 國會全面改選 再到總統直選 許多前輩在這段歷程中 犧牲自由與生命 在家裡 我們的客廳就是肯定 在做很多元族也好 三個口也好 的台港 到現在我們 臺灣變成全世界 不可以沒有臺灣的時代 我們的晶圓代工 包括台積電 包括頂頂 我們相關這些產業 和所有民主的社群 民主的國家 全世界的經濟 這樣 嚴格 可以說非常密切 余登發 余成岳英 紀念音樂會 透過音樂傳達民主精神 讓愛鄉土的價值 能向下延伸 傳承新世代 繼續打拼 臺灣美好的未來